我们注意到美方撤销了上届政府针对TikTok、微信等中国应用程序的有关行政令 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 但我们也注意到美方同时要求对外国应用程序的安全风险进行审查 而且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仍在对TikTok进行审查 我们希望美方公平公正的对待中国企业 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